到苏华改连环车祸 五车连撞造成了六人受伤 就在今天中午十二点多 宜兰台九县苏华改往苏澳的方向 发生了连环车祸 五台汽车在苏澳隧道出口撞成了一团 现场三男三女轻伤送医 还好事都没大碍 事故路段一度全线封闭 后方车辆就卡在隧道里面动弹不得 等到排除事故现场才恢复正常通车 隧道口一台台车辆停等红灯 没想到下一秒一台休旅车从隧道冲出来 右边一排车辆撞在一起 车祸现场一片狼藉 白色车辆车尾凹陷撞毁 车壳碎片散落一地 肇事的灰色休旅车撞在护栏上 车头也撞得面目全非 这起车祸更造成六人受伤送医 25号中午十二点多 台九县苏华改往苏澳方向发生连环车祸 27岁成姓男子疑似因为天雨露滑 在隧道口车辆失控暴冲 连撞前方四台车 由于五台车在隧道口撞成一团 事故路段一度全线封闭 后面的车辆全被挤在隧道里 直到事故现场排除后才恢复正常通车 驾驶仅14.9车后均为例 事故现场在下午13点32分排除 恢复正常风险 开心的夜旦假期 民众开车出游 没想到发生连环车祸意外 所幸受伤的民众都只有皮肉伤 送医治疗后没有大碍 详细的肇事原因还有待后续厘清 记者宜兰综合报道